女孩刚洗完澡 一个陌生男人就闯了进来 男人满身酒气 丢下几百块 女孩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男人一把拽进了怀里 楼下的男友发现了一场 冲进房间与男人撕打在一起 女孩愣在一边 直到男友大喊 才反应过来冲了出去 混乱中 男友搬起桌子砸晕半转 随后带着女孩跑进了警局 在接触询问的时候 一个老警员满脸猥琐 借口衣服上有血迹 强行脱掉了女孩的外套 之后的询问里 这个男人不怀豪意 另一边 小帅也在做笔录 事发突然 他唯一记得的是 男人右手闻了一颗黑色的星星 几个警员中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因为那只手的主人 此刻就站在玻璃墙的另一面 注视着一切 女孩名叫小美 天生智力有问题 男孩名叫小帅 是镇上包子铺的小伙计 行头初开的年龄 男孩爱上了女孩 他不敢表白 只敢在女孩买包子时 悄悄多看一眼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直到有一天 小美的奶奶去世了 没了奶奶照顾 小美被强行送进了福利院 小帅得到消息后 连夜骑车将她接了出来 然而奶奶将已经被锁了起来 就在两人发愁时 隔壁的邻居收留了他们 邻居是个风月女 因为要见客人先离开了 在她走后 小美进屋洗澡 为了避嫌 小帅主动下楼买吃的 谁也没想到 在她不在的时候 警长闯进来 误把小美当成了邻居手下的风月女 爱立顿毒打的警长满怀怨气 她叫来助人 让他们看好小帅 警员们不敢违抗 只能任由她 向审讯女孩的房间走去 老警察见状也一起跟得出来 满脸都是恶魔般的笑容 与此同时 小帅看见警员们的合照 发现了那个眼熟的纹身 她意识到不对 想冲进审讯室 却被两个警员死死拦住 透过门缝 她看见了令人绝望的一幕 她挣扎着想要拯救女友 可却不敌对方人多 最终 她被靠上手铐 掉到了房梁上 结束之后 警人坐在一起聊天喝酒 这时 传真机里传来了一张失踪者照片 照片上的人正是女孩 警人终于意识到犯了大错 可却没有一个人想着挽救 他们先是知道伪证 诬告小帅袭警 随后又警告小梅让他闭嘴 如果你多嘴 那小子就别想出来 就这样 小帅被判了六个月 而在这期间 小帅一直都在为复仇做着准备 男孩摸不手指 直至鲜血横流 咬掉皮肤 直到指纹全部消失 这不是什么自残行为 而是他为复仇做的准备 半年前 他在女友前来报案 对方不仅不受理 还凌辱了女友 他只能眼睁着看着几个警员 行着禽手之事 之后 为了隐瞒真相 警员们串头口供 诬陷男人袭警 把他关进了监狱 等到男人出狱时 女友已经有了身孕 从大小上看 正是那晚发生的事情 男人痛苦不已 可还是装作平静 之后的日子里 他们就像一对平凡的夫妻 女孩做好饭等候男人 男人回来时 给女孩带个小小的惊喜 每当夜深人静 男人都会趴在女孩的肚子上 享受着本该属于他的幸福 当他回到家 小帅突然从身后 用盘子碎片抵住了他的脖子 两人同时倒地 小帅不停挣扎 小帅死命用力 慢慢的小帅没了动静 几天后 警方在河里找到了一个 散发着恶臭的袋子 打开后 里面是一具婴儿的尸体 他的旁边放着一张证件 而证件的主人正是小丁 几人意识到不对 赶紧到了小丁家中 可当他们撞破大门 现场只剩下了小丁妻子的尸体 有人切开他的肚子 取走了肚子里的婴儿 另一边 当老鬼看到儿媳妇的表情 立刻意识到 有人闯了进来 他缓缓后退 想要求助 却只来得及发出了一条信息 等到警方赶到 老鬼的儿媳妇 也被人开了膛 这时 浴室里传来声音 打开一看 老鬼已经被活活烫死 接二连三的命案 让人们陷入了恐慌 警方展开调查 将整个地区封锁了起来 在回家的路上 小帅被拦了下来 一个警察上车查看 索性没有认出他 可就在汽车即将启动时 老钱到了 小帅意识到不妙 驾车逃跑 老钱大喊一声 带着警员们追了上去 一番追逐后 小帅最终还是被抓住了 还是那个神讯士 还是那几个当事人 看到小帅 老钱已经猜到了情因后果 然而他找不到任何证据 因为小帅没有指纹 于是他们绑住小帅的四肢 将一根钢针插入了他的耳朵里 眼看小帅还不松口 他没有在桌上撒满图丁 抬起小帅 拯救男友 他先是烧掉了和小帅的合照 然后又拨通报警电话后 立马甩掉 紧接着他拿着刀走进一室 双手颤抖 忍着剧痛 划开肚子 取出了自己的孩子 昏迷前的最后一刻 他将刀扔进下水道 他做的这一切 只是想为自己的男友 争取脱困的机会 当初他在警局 遭受警察的凌辱 这件事 小帅始终记在心头 为了给女友复仇 他将那两个凌辱女友的警察 全部灭门 之后就被抓了起来 很快 消息传到了警局 当老秦准备对小帅下手时 警长赶到了 这个新任的警长 是个正直的人 他不仅停了老秦的职 还将小帅放了出去 出来后 老秦意识到 最后一起抛服案有蹊跷 赶到医院 正好撞见小帅来接小美 一路狂奔 他终于在停车场里 追上了对方 小帅并没有撞死老秦 而是冷冷的盯着他 随后 小帅一脚右门冲了出去 老秦的手下赶到 连开手枪 救护车失控 撞下了加油站 当警员慢慢靠近时 小帅突袭 打到了他的手枪 混乱中 两人扭打在一起 小帅用加油枪 灌了警员一嘴油 随后捡起手枪 后果的扳击 这时 一阵发动机的轰鸣声响起 小帅逃向荒地 汽车加速 一步小心撞上了路边的巨石 汽车侧翻 飞起了车身 勘勘擦过小帅的身体 当一些瓶颈后 老秦从车里爬了出来 两人一个头一个锥 一前一后不过树米 最终 小帅还是被追上了 随着警棍一下下砸落 小帅很快就满身鲜血的 倒在了地上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一旁的井盖 第二天 退休的警长到了 他发现了路边的小美 于是朝天开枪 想要逼出小帅 然而此时的小帅已经昏迷 看到迟迟没有人出现 老杜又对着小美开了两枪 直到这个时候 小帅才慢慢醒了过来 老杜对着他连开树枪 但却另一枪打中要害 就在他准备彻底了结小帅时 首相卡壳 无论怎么尝试都没有用 一转眼 五年过去 小帅活了下来 当他找到老杜时 老杜已经成了一间修道院的院长 此时的他似乎已经放下一切 俨然一副圣人的模样 小帅一枪打穿他的左手 接着又捕上了两枪 一群孩子听到声音跑了进来 小帅走到男人身前 挡住他们的视线后 亲手结束了这段恩怨 这时一个男孩突然偷袭 拿起铅笔插伤了他 紧接着 男孩又咬住了他的脖子 剩下的孩子们一拥而上 就在小帅奋力挣脱时 最初的那个男孩捡起了枪 一声巨响 小帅应声倒地 他挣扎着往前爬 男孩再次扣动了扳机 最终小帅没了动静 鲜血弥漫 会到一起 在惨白的教堂里 留下了一段刺眼的痕迹 他不傻 只是有点愚钝 他不呆 只是有点沉闷 这部电影揭露了人性的猥琐 丑恶 可耻的嘴脸 当小帅被手铐靠住 看着他被施虐 这是怎样的无助 罪回祸首最后却当起了 道貌二人的修道士 居然对他说 我原谅了你 我也曾为你祈祷 他凭什么要得到你原谅 真是无比可笑 我跟你的仇恨到此为止 以后你不用为我祈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班 咱们下期见